請問問先生 之前不是磨擂IPO 每個人都說很好 全部都是大戶入最少投資 之後表現這麼差 是什麼 曾先生說兩句 你不是和方正那個為何批磨擂 總而知 每個人都打算有人頂 每個人都打算有人頂 會頂 會頂他上去 一頂 你說每個人都打算頂 那當然不頂 頂到鬼 很簡單 自如其說 做自己的瓜 你打算他頂 所以你買 他一頂 你就肯 那是鬼龍菇 不想拒絕 不要這樣 拒絕 不要這樣 拒絕 不要這樣 太軟了 不要這樣 太軟了 不要這樣 太軟了 我都做了很久 這些事情 我覺得如果正常來說是批不到就算 你今次都說 跌了下去 第二天 已經可以立即拒絕 拒絕 沒拒絕 你短線投資基的不快 你拒絕後就投資了 你用回KC的投資藝術那種 就是因為 每個人都相信他升的時候 你有一些事情總會計算錯誤 那篩選錯誤就是你想不到的事 現在想得很重要 但是因為我 你在過過的時候說要入的時候 有時候還未入 還未出事 所以剛才有位現場觀眾都問我 現在買不可以新股收不收得過 媽展都還沒抓 那種珠江 那種灌道 問題就是你現在 新股一件事就是這樣 你在推介的時候 他難道說計劃不好嗎 那就自然要找人做事 做完事之後 之後的事好不好的時候 他有沒有抽票來 他就知道 所以問題就是 辛苦暫時 我不是太贊成店的原因 是啊 美肯好像是潛水 什麼潛水 美肯好像是潛水 是啊 是啊 輸了幾個線 四百會都潛水 有些潛水 有些潛水 那些潛水 那些潛水 你就不潛水 都說了 他都是不潛水 那些潛水 就潛水 那些潛水 大家就潛水 但是 那些潛水 但這次又是第二位大人 因為大陸都三、四個辛苦潮水 很少見到 大陸全身的辛苦潮水 很少見到 為何三個不遲 為何三個不遲 為何不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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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了 不遲 還是不遲 只能帶 只是 均宣 再駕駛 沒有 公司 或是其他網友有問題 他要針取這個機器 你還沒答過底位 是的 你該死吧 我就… 不如我講講 底位其實… 有幾樣東西我最近注意到 就是第一,剛才說到其子的倉 我不知道有聽節目那些 或者有沒有聽節目那些 不知道不知道在哪裡找到 如果你想知道在哪裡找到 所謂十間大行大制後的 因為你每個星期一才公布一次 在港交所裡你會找到一個十間大業行 他們有的一個土倉和淡倉 就是Open Interest 那個未必初合約的 long position 他們的比例拿了多少 我剛才說了 如果我看情況 就是在上個星期五 不是昨天 就是在上個星期五 剛剛去到淡倉是多於好倉 這個是過去的大半年 基本上由去年三四月開始的升浪 未曾見過這個情況出現 變成我對市 是覺得真正正 搞定他們的事情 應該是上個星期才開始搞定 第二樣東西就是 港元… 我認同一件事 就是銀行貸易結業很多錢的 流動性仍然很強 那港元 就算現在跌到7.77 7.76 7.77 這些位移動來移動去 應該對港股應該不是太大 但問題就是 當你資金繼續流走 譬如由三千多到兩千多 再跌到一千多的時候 難看結業的時候 當然金管局可能會把水準上去 不犯票據 不收緊人 把錢放進去的時候 可能又多了 但如果再下跌的時候 對市場有心理壓力 或者多了一個藉口 這個要注意 第三樣東西剛才說到 對沖基金是來香港成立了 今年我猜10間基金 可能有7、8、8、9間 是對沖基金來的 索羅斯也說來 索羅斯來的時候 我不相信他會為香港的股票市場做建立 去年你不來 突然今年才叫你 我又有點拗頭 變相來說 你淡倉就多一個好倉 建立了 索羅斯又來了 港元又在這裡 不斷地做到這麼淡 如果你問我 藝術上他們畫到這樣的一個圖片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想做世界而已 做下去的時候 如果上星期才叫部署員的時候 賺下去 萬九點是否守得住呢 我希望 可能那個勢就不單止是這一刻 甚至先聽到曾先生說到 每個人舉白旗 對得急那一刻 那一刻才見底 所以我相信 現在叫做才是真正 可能我調整現在才要開始 那不要這麼想我底 我講完但不知道有沒有 KC你有沒有補充呢 其子也是 但是牛政不斷地增加 就是很風趣的 Soros Roberts Soros 我和他直覺辦 他們是好的 但他信號 所以去年不來 他去年不來 就是因為他覺得很淡 他仍是很淡 到十月他仍是很淡 2009年10月 2009年10月 我的頭都拗爛的 基本上 我講完大輪之後 他就說 他老爸教他 只有一招而已 如果好起來就好到你不信 壞起來就壞到你不信 他老爸就只有這招而已 他問我現在去中國走個圈 看看是不是好到你不信 接著他決定開寫字樓 我想就是說 他走完那個圈之後 是覺得你好到你不信 所以 如果Roberts Soros來的 就看好一點 Roberts Soros不是Roberts Soros 一個人來的 他還有一大堆Friendly基金 跟他一起賺錢 這班人是一堆堆的 圍一堆堆的 然後大家鬥的 你這樣看好你看蛋 基本上是 你這樣想 你打算他七角那麼聯合去打仗 你走到哪邊 其實你很容易爛仗 很容易被人斬 這位私下這樣說 這是你的感覺 你感覺什麼 其實你感覺著 誰贏的原因 但是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他過來 他明明是看好的 因為我知道他是這樣說的 因為我知道他是這樣說的 他親身不理會 如果他不來 他如果不來 他的意思是他就不信 他其實從來沒有買過大陸股票的 他從來不信 你明白嗎 他覺得大陸是不是好呢 所以他準備投資 當然他一投資了他就會空的 你明白嗎 你不要經常想著某個人是代表的空字 沒有這樣的 他們都是很大的體驗 不是豬頭來的 不是賭土來的 要空一件事 你首先你要有那件事 如果你沒有那件事 你不會無緣無故去空它 你是白癡的 你明白嗎 如果你不會投資過 你不會去空它 你空的原因是因為你看淡 為什麼你現在會看淡 因為你曾經看好 你很難會看淡了 還是以後會好 你瘋了嗎 看淡就看淡了 你自己分析一下自己就行了 他也是人來的 他是很多錢的人 是這樣的意思